中国北方出现今春第一次沙尘暴天气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以下是详细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宜 11号至17号访问美国 并与布什总统举行首脑会谈 讨论加强两国同盟关系 以及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方案 这也是卢武宣2月份就职以来首次访美 联合国安理会将在4月9号召开会议 讨论朝鲜的核问题 目前安理会内部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分歧依旧 美国希望通过对朝鲜施加国际压力 甚至是经济制裁强迫朝鲜就范 而联合国的一位官员透露说 到目前为止安理会还没有考虑制裁朝鲜 也没有就这一问题起草任何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主席墨西哥常驻联合国 主要为围阔官兵 联合国各的公务人员 以及联合国当地签约人员 提供微信保障服务 人数大约在2000多人 同时还要为当地的平民提供急诊服务 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装备 技术装备水平都应当说是 在我所看到的医疗分裂中 都算是上乘的 可以跟任何国家的在干部 从事这个威和任务人和他们的医疗分裂相比 三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出现了阳沙和沙尘暴天气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入春以来出现的第一次沙尘暴天气过程 这次的沙尘暴主要出现在青海西部 在甘肃西部的金昌五城等地也是浮沉漫天 最大风力达到六级左右 能见度最低时只有不到100米 9号下午2点 一场突发的沙尘天气是兰州城内黄沙漫天 9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笼罩在浓云之下 全区刺西向东刮起了六级左右的大风 阿拉扇蒙出现了沙尘阳沙天气 气象监测显示 从9号下午到10号 随着冷空气的东移 沙尘天气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沙尘暴 并伴有5到78级大风 对交通运输会有一定影响 此外 陕西 山西 河南的部分地区也将有阳沙或浮沉天气 中央台报道 节目的最后来看天气情况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会一起关注天气 中国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发布了今年的第一次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山东 上海 天津 广东等地经济增势强劲 经济运行质量 效益显著提高 是近几年来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记录 一到三月份 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10亿元 同比增长近1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0多亿元 其中55%投入到工业 成为拉动山东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季度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325亿元 同比增长11.8% 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是近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汽车 冶金等六个重点发展行业 对工业增长贡献显著 拉动上海工业增长24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 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完成增加值234亿元 同比增长22.2% 完成工业总产值922亿元 增长31% 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 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受广东良好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的吸引 今年一季度 外商在广东投资永远 美国 德国 英国在广东的投资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到4倍 电子信息产业和物流业继续成为投资热点 中央台记者报道 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9号在中国WTO高层论坛上表示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 以此来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龙永图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两个特点 一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另一个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在卫生部公布了对单材血浆站清理整顿情况 并通报了5家单材血浆站 这5家单材血浆站是重庆和川市单材血浆站 同梁县单材血浆站 同南县单材血浆站 荣昌县单材血浆站和齐江县单材血浆站 我国要求单材血浆站必须使用单材机械采集血浆 严禁手工操作 但是这5家单材血浆站两年来仍用手工方式采集原料血 并全部由重庆建新血液制品有限公司收购 目前重庆市卫生局已经封存了 和川市单材血浆站等5个单位 所有手工采集原料设备与所采集的原料血浆 并吊销其单材血浆许可证处以罚款 重庆建新血液制品有限公司的问题 已经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今天上午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郑州市污水处理厂正式通水运行 郑州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是国务院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工程之一 也是河南省在本世期末实施 环境治理水污染防治的一项重点工程 这项工程总投资7亿多元 日处理污水能力达40万吨 可以处理郑州市区50%的工业费水和生活污水 并且可以有效改善淮河的水质 这一年张瑞敏率领海尔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家电生产基地 海尔美国工业园 并在一年内拿到了美国200升以下冰箱 35%的市场份额 一开始我们在美国建厂的时候 很多当地的美国人对我们不熟悉不认识 他们就见面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从日本来的 后来随着我们建厂的进度越来越快 我们的产品在美国销售也越来越多 他们碰到和我们一样黄色皮肤的人种 他们就会问你们是不是海尔的 而在17年前海尔只是个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 十几年来在共产党员张瑞敏的带领下 海尔保持了年78%的高速增长 在全球14个国家建立了生产基地 到2001年海尔全球营业额达到了602亿元 在全球白色家电制造商中排名上升到了第六位 成功的企业家非常需要一点就是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就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的党员 党员的企业家就应该比其他的国外的企业家有更大的优势 提起十六大代表范琼花的名字 在川北农村几乎是家喻户晓 他是四川省南充市彭安县方广村党支部书记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地处偏僻山沟的方广村人多地少 很多人都外出打工 可是大人们出去了 谁来照料他们的孩子却成了问题 为了免除这些人的后顾之忧 范琼花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就这样一下子年仅38岁的范琼花 从此多了36个孩子 在学习方面和生活的方面 对我们照顾了非常的仔细 他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亲孩子 我们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妈妈 外出打工的村民放心了 范琼花更忙了 为了让更多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富起来 范书记就率先用自家的田地做实验 带头调整产业结构 村民邓绍怀曾经是村里有名的吃粮靠救济的困难户 原来年收入还不到200元 自从范琼花带动他发展果树种植业后 他家的收入每年都超过了3000元 我和群众都是与谁之情 相互一层的关系 我心中没有百姓 我这个臣子部书记就莫得发达 如果百姓心中没有我 他们就不会支持我 人民群众心目中装着我 我心目中就时刻要想着群众 而且要为群众作下 分台 高度重视 密切配合精心组织 力争早见成效 无疑要求原藏导游员积极宣传西藏 宣传祖国大好河山 让海内外旅游者更全面客观地了解西藏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并通一切歪曲事实 企图分裂祖国的言行做坚决斗争 同时通过船帮带等形式 带动西藏当地导游队伍的成长壮大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一项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 新火计划实施17年来 在全国85%以上的县市 共推广了12万多个农业科技示范项目 并建立5000多个培训基地 累计培训农民近7000万人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我国首家农村合作银行 银州农村合作银行 今天在宁波城里 这家银行是在银州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 吸收数千农户 个体工商户 银行员工和600多家企业等新股东组建的 银州农村合作银行通过明息产权 实现了民办 民有 民营 同时又保留了并不单纯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制的互助功能 日前福建省东山县东南部海域被联合国全球环境保护基金会列为联合国海洋生物多样保护示范区 东山县东南部海域属亚热带气候 生物种类繁多 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1400多种海洋生物在这里繁衍气息 国内第一家大熊猫医院日前在四川卧龙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家大熊猫医院占地1000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外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单一物种医院 可应对大熊猫的疾病治疗和日常护理 今天早晨新疆乌鲁木齐突降大雪 鹅毛般的雪片飘飘洒洒 整个边城笼罩在白茫茫的雪色之中 气温也由昨天的最高17度骤然下降到0摄氏度左右 截至早晨8时降雪量接近4毫米 雪花夹杂着四五级大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受大雪影响乌鲁木齐开往南疆和内地其他城市的车次 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由于航路机兵八个支线航班被取消 而干线飞机航班基本正常 气象部门介绍 这次降雪覆盖新疆北部大部分地区 主要由西伯利亚较强冷空气南下影响造成 说这枯冷空气影响 明后天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 都将先后出现大风雨雪降温天气 新疆甘肃陕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 白天的气温将下降6到10度 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 可能再次出现沙尘天气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 Kitchen